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面 它一共有五个面 一个面 后面一个面 下面一个面 上面一个面 左边一个面 五个面 这边呢 是延伸到无限远 无限远 它现在给我们的这个边界条件是这样子 这个从上面下来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指后面这个面 V等于零 这个是上面这个面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下底 下底 然后 这个是这个面 也是V 等于零 OK V等于零 然后这一边 是V 零 但是它是 XY的函数 它并 它是一个值 某一个值 但是这个值也不是一个定值 它是X跟Y的函数 OK 好 那么 一个五个边界条件 五个边界条件 我们现在要解的是 这个当中 这五个面所围成的这个面积当中 它的 potential是什么 解除这个当中的V是什么 好 它这个边场 这里是π 这个边场也是π 就是说这个是π 这个是π 这个也是π 这个也是π 它的一个金属管 这个叫金属管 X等于零的地方呢 保持这个值 现在要求管内的 是电位 好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边界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用Laplace equation 解Laplace equation 好 这个 可以说是 三度空间的问题了 我们就先把它写出来 V 这个时候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 从这里 这一边 potential是一个定值 是某一个值不是零的值 一直到这一边 无劝远 它就慢慢衰减到零 对不对 衰减到零 所以说这个potential一定是跟X有关 一定跟X有关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地方 下底跟上底 这里是零 上底也是零 上底也是零 但是这个当中可能不是零啊 所以它是跟什么 跟Y有关 前面这个面跟后面这个面 虽然是零 但是因为当中 当中任何值 因为这是从V0衰减到这里 到零嘛 所以它也不是零 因此它跟Z有关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三维的potential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把它看成是二维跟一维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解三维的 那么我们首先就把它的边界条件 把它写出来 因为这个边界条件很多 我们等一等 就用12345来表示就好了 不要每次都去写它 边界1是V0 VX0 Z等于0 Y等于0 这个地方 不管你的X在哪里 不管你的Z在哪里 都是0 OK 好 那么第二个 是V X Pi Z 等于0 这就是Y等于Pi的这个面 这个面 跟这个一样 X不管是什么 Z不管是什么 都是0 好 第三个 边界是V X Y 0 等于0 就是Z等于0 Z走 Z等于0 就是那个 这个面 这个面 OK 好 第四个 我们是用V X Y Z等于Pi 这个面 也是0 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 OK 好 第五第六 我们写到这边来 5 V X X在无穷远 那就是那一个面 是0 OK 第六个 第六个是V 0 Y Z X是0 在这个面 它是V0 Y Z 好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等等就用边界条件1 边界条件2 等等 这样带 就不要每次去写它 好 那现在因为V它是XYZ的函数 我们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 X Y Z 它是等于XY Z 它是这三个 这三个函数的成绩 那么我们把这个带入 Laplace Equation 然后呢 每一项都被这个来除 这三个项 这个来除 方程 我们可以 这里我们简单写 这个 这个就不写 我们就写这样子 我们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我们说 这一项仅仅是X 小X的函数 第二项呢 仅仅是小Y的函数 这一项仅仅是小Z的函数 三个坐标啊 彼此没有关系了 那这三个要加起来 你这是用X坐标表示 这是用Y坐标表示 这个是用Z坐标可以随便换的 X是任一只 Y是任一只 你要把这三个 全部加起来要等于零啊 那这个机会啊 那这个机会啊 根本就不存在 除非怎么样呢 除非每一项都是常数 都是某一个常数 那这三个常数呢 有可能加起来等于零 如果不是常数是变数的话 随着XYZ在变的话 你要三个加起来等于零啊 这个机会啊 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知道它必须是常数啊 那我们就另 就说我们就另 第一项 它是等于一个常数 常数不一定要用 KX平方 KY平方 KZ平方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常数 我们可以用C1来带 然后这个呢 我们令它等于C2 又是另外一个函数 然后 Z 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加起来要等于零啊 C1 加C2 加C3 等于零 就是这三项加起来要等于零 那现在我们呢 由边界条件 我们判断 三个常数的值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写出来 好 那么 首先我们就看这个 Y跟Z方向 Y 从这里到这里 Y 我们看 Y是这个 Y等于零 Y等于π 这里是零 这里是零 但是当中不是零 因为 这里是V零 一直衰减下去啊 所以这个当中 在X方向这里并不是都是零啊 所以它当中呢 有 不是零的值 可见的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波动的 一个函数 所以它 它这个函数 必须是正 必须是正的 那我们就说 刚刚看的是Y嘛 对不对 C2 要等于 C2等于负K 对负K平方 这个 这个 带进去 拿过来才会变成正的 然后Z也是一样哦 从这里是零 到这里也是零 当中呢 不是零 所以它也是一种变动的 那么 C3 C3 我们认它是另外一个常数 另外一个常数 它是L平方 L平方 你等等拿过来就变成正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C1呢 我们就可以 你直接判断也可以啊 从这里到这无限远的地方 它是从大的只一路衰减下去 所以它必须是 这个 这个拿过来 它必须是负的 必须是负的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说 C1 这个是因为 C1 加C2 加C3 这是第二种方法 你看这个 是正的 拿过来就变负啊 对不对 就是负值啊 好 那么 于是呢 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以下的 三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三个微分方程 很短 我们可以写在这里 好 一个 好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好 这三个微分方程 我们现在就解了 我们现在就解了 解这三个微分方程了 这个是 整个是负的 所以它是解是一个Exponential 它的 次方是 十数 所以我们就解得 所以我们就解得 X等于 这个我们 边界条件 我们留在这里 等一等 可以看 我把它写在这里 我看这个 非 非 插掉不可 要不然不够用 反正你们已经抄下来 等到我说第几 你就翻到第几 就好了 这个 比较宽一点的 我们写在这里 好 三个微分方程 解得 X X 它是等于A Exponential 好 它是 这个 K平方加L平方 X 它是十数 然后再加上 B Exponential 负的 K平方 加L平方的 X 然后我们看 Y Y跟Z 这两个都是 可以用这个 三角函数来表示 3Y 可以等于C KY 然后Z 可以等于E 乘下Sine LZ 再加上F 它现在有 A B C D E F 然后还有K跟L 有八个 八个场所 要带决定 那我们现在就用边界条件 Maman 来决定 比如说有 五 X等于无穷远的时候 Y Z 不管是什么值 都必须是零 这三个乘起来了 Y跟Z 都没有 随便什么值 它应该是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那这个Y可以任意值 这个不是零 这个不是零 那要等于零的话 就是X要等于零 X等于零 这个整个V才会是零 对不对 那X在无穷远 无限远的话 这个是零了 这个已经是零了 这个是变成无限大 看到没有 X越大 这个值越大 这不合理啊 X在无限远是零啊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A 令它等于零 我们再写一个得知 好 然后由边界条件E 边界条件E在哪里 这里 Y等于零 Y等于零 X跟Z可以随便 Y是零 那就是这个面 X在这个当中 只要介绍于零跟零 零跟无穷远之间 Z呢 是介绍于零跟拍之间 它都是零 那可见呢 1 这个是Y等于零 那你X可以随便变嘛 Z可以随便变 这两个不见得是零嘛 那要等于零 一定是这一项嘛 这一项等于零的话呢 这个零 这已经是零了 这Y等于零 这个是D 不是零 所以呢 得知 D 要 等于零 再由边界条件三 得知 边界条件三是什么 1 2 3 3在这里 好 Z等于零 Z等于零 就是这个 这个面 这个面 Z等于零 它一定是零 不管你X X是什么 Y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 Z等于零 这一项是零 没有问题 Z等于零 这个等于F不是零 所以它必须是F等于零 好 由这三个边界条件 我们已经把三个常数 解出来了 它必须是零 好 于是我们就把 这个 这几个 带进去 然后 就解出这个VXY了 解出这个V函数 所以 VXYZ 它是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这个A等于零 A等于零 A等于零 我们这个常数先 A等于零有B 这个B呢 我们先摆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 F等于等 我们把几个常数 合并成为一个常数 然后 这个乘这个 这个里头 D等于零 只有一个C 对不对 C我们 跟B合并 变成另外的 这个 F等于零 只有E 那就是Sine LZ 这个我们用一个C'来表示 C' 这个时候它就等于B乘C乘E 于是 我们就知道 Potential 是这样的一个值 好 这个里头呢 还有几个常数呢 C'是一个常数 K跟L也是常数 我们还是要决定它 所以用另外的 边界条件 我们已经用过的 我们就把它打个勾 好不好 5用过了 5用过了 然后呢 1跟3用过了 1用过了 3用过了 用三个 现在还有246 1 3 5用了 246 那我们现在由边界条件2 边界条件2是V X 我们不要写出来 边界条件2得知 我们在这里看就好了 它是什么 Z Y等于Pi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面 上面这个面 要等于0 你不管你X等于什么 Y等于什么 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它都是0 OK 那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你现在是Y 等于Pi的时候是0 因为X跟Z 因为X跟Z可以随便变 所以这个不一定是0 X随便变 这也不一定是0 那一定是这个 等于0 于是我们就要等于是5 于是我们就来一个 Y是Pi 要等于0 那KPi呢 这个等于0 于是我们就 看看我这里用 用什么符号 Sine KPi OK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写 KPi 我没有用MN KPi OK 我们就用KPi好了 这是Pi 这是一倍的Pi 两倍的Pi 三倍的Pi 它都是0 所以我们直接用K 等于1 2 3 4 5 6 然后由边界条件4 边界条件4 Z等于Pi的时候 Z等于Pi的时候 其他可以随便变 其他随便变 它也不是0 这也不是0 这也不是0 只有这个等于0 那就变成Sine LPi 要等于0 那这个L 当然也等于1 1 2 3 4 5 6 等等 那现在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个 带进去 这个 可以把这个Potential 写出来了 Potential 我们写出来呢 它就是这个值 于是我们就知道 V X Y Z 要等于 C' 然后Exponential 这个都不变 K平方加L平方X 然后这个 Sine KY Sine L Z 但是这个里头的KL 已经是123456了 这个是会变的 会变的 比如说你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1 那这就是C 11π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2 这就是C 12π 所以这个跟KL有关 跟KL有关 那么这个变 当然这个也跟得变 这也是跟到KL变的 OK 也是跟到KL变的 于是 我们就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 目前得出来的Potential 不过这个Potential 它能够满足这5个 12345 5个边界条件 唯独第6个 它没有办法满足 我们说这个能满足 5个边界条件 都能满足 但是不能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 但 不能满足 V0 YZ 因为这个 是等于V0 YZ 你把这个X等于0带进去 X等于0带进去 这就变成1了 所以它就是K C'LK 然后这个YZ 可以随便你变 随便你变 但是 你这个随便变 这个也跟得变 K C'LK 我这个写LK好了 它不是这么一个值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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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并 不是一个什么定值 好 那么除非怎么样呢 除非我们说 我们把这个 好几个这样的值 若干个 把它加起来 它可以等于这个 才行 好 那么 所以我们就LIN 好 LIN 我写到那边去好了 写到这边来好了 这边比较 之和 就是K 从1到 无穷大 然后L也是 从1到 无穷大 我们把 CLK 这个 把它加起来 K平方 加L平方 X 然后Sine K Y Sine LZ 好 令这个 它可以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 YZ 可以满足 令它可以满足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决定 这个应该是什么 都是拿几个值 它加起来可以让 这一组等于那个边界条件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Potential 把它求出来 OK 我们令这个 等于V0 不是 不是 令这个函数 我写 令这个函数 不是等于这个 令V等于这个 可满足 可满足 这个 这个 这要带 零 带零 OK 所以X要带零 它是等于V0 YZ 这个时候我们来决定 CLK是什么东西 CLK是什么 好 那么 我们就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V0 YZ 要等于 这一边 K等于1到无穷大 L等于1到无穷大 这个X是0 这一项就是1了 那它只剩下 那它只剩下 常数项 还有这个SINE KY SINE LZ 这个若干项之和 它要等于V0 YZ 那我们现在就来 要解除这个字 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来解这个字 啊